澳洲凱恩斯的臺橋 在耶誕節前夕舉辦了慈善公益 義賣活動 由於活動是公益性質 主辦單位除了贊助一筆捐款 當天參與的僑胞們 更是將貪位租金 以及義賣所得 全數捐給當地的慈善機構 主辦單位表示 未來會持續舉辦類似的活動 以呈現凱恩斯多元文化的面貌 南半球的澳洲 歲末年中正值勝署 但凱恩斯的僑胞卻有更炙熱的愛心 在聖誕節前夕 他們舉辦了一場愛心義賣活動 當天一早就有僑胞開始布置場地 一樣一樣的把物品擺好 雖然是公益性活動 現場除了二手貨外 也準備了很多新品 大家將平時用不到的東西 拿出來賣出換現金 並將所得捐給當地的慈善機構 如果沒賣掉 就當場捐獻給需要的人 當天有許多僑胞市第一次擺攤 也因此了解公益意賣的意義 所以雖然沒賣出什麼東西 但也有了下一次參與的目標 台喬王清紅的菲律賓籍太太 瑪莉卡的手工餅乾 是許多僑胞的最愛 也很受澳洲朋友的信賴 雖然一個早上交易量不多 但活動發起人黃慧毅說 一定會再舉辦第二次 而且要加強宣傳 將愛心散播到澳洲大小角落 我們下一次會有再一次舉辦 那再舉辦一次 那我們會把時間 Permote的時間 Magazine 所以下去做宣傳 甚至請大家做Flyer 大家去分發 我覺得應該效果會比今天更好 因為真的是 屋中好手都在身邊 每個人都太厲害了 有很會做網頁的 有很會做手工藝的 就各方面的人才 真是人才積極 所以我們可能在未來的發展 會慢慢慢慢的加入 讓凱恩斯變得不太一樣 凱恩斯當地僑團 用愛心來迎新送舊 讓凱恩斯呈現更多元的面貌 也展現台灣人 溫暖熱情的一面 台灣宏觀電視顧麗翰 澳洲凱恩斯採訪報導